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已经遭到全网封杀 彻底凉凉 在男友复出之路 但在全网一片讨伐中 也出现了一些其他声音 引起大家热议 这个声音来自观察者网旗下的某档节目 其中多个主持人针对张哲瀚风波进行了讨论 爆出更多内情 语气十分肯定地称张哲瀚只是不懂事小孩 还斩钉解体地说道 这件事情是被对家陷害了 视频太长 网友帮大家提取了重点 这次的节目共有三个主持人 其中有一个直接联系到了张哲瀚的团队 并且复盘了整件事情 该主持人称 自己经过多番求证 可以证明张哲瀚团队并没有说谎 只是出于无知 压根就不知道靖国神社 所以才出现了拍照事件 完全没有坏心 该主持人还称 张哲瀚得知这件事直接蒙圈了 包括张哲瀚的老板赵薇 主持人称呼的是著名二字女演员 因为也出过类似事件 所以决定冷处理 不回应网友的质疑 但因为风波发酵太大 团队才被迫发布道歉声明 在讨论过程中 这几位主持人处处维护张哲瀚 称她为小孩 甚至还对赵薇指指点点 各种讽刺和内涵 另外主持人称 这两天和各位朋友了解了整个事情经过 称自己可以负责任地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背后有许多人在推波助澜 各种陷害 甚至还直接点名肖战王一博 原话是 他现在的流量已经快赶上肖战王一博了 主持人称 对家利用网络舆论 民众的力量 才扳倒张哲瀚 张哲瀚是依靠单改剧《山河令》才大火 和王一博肖战确实是同一路线 但三人名气流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主持人们这样无故揣测 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甚至直接点名 实在是有些不妥 最后主持人否认替张哲瀚洗白 还在另一社交平台上回复了张哲瀚粉丝 小朋友也不可能一夜长大 未来是未知的 毕竟跟头栽的还不晚 以后找个好老板 不要再找这么坑人的老板了 主持人在节目中也提到让张哲瀚调整心态 补足自己的短板 人生的路很长 还是有机会 从他们的谈话来看 张哲瀚似乎看来还是有付出的可能性 在全网攻击张哲瀚的大背景下 还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张哲瀚说话 粉丝们自然是感激不尽 满屏刷的都是谢谢 粉丝们依旧愿意相信张哲瀚 坚信他并非是一个坏人 事情发酵到现在 中间是否有人推波助澜 团队公关没能及时道歉 老板处理问题 存在错误判断等 其实都不再重要了 官方对张哲瀚事情已经定性为凉凉 并且发起行业抵制 不管是他是不是无知 他都需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张哲瀚事件可以说是频频占据了娱乐新闻的头版头条 因为他的诸多不合情理的行为 而被贴上了亲日的标签 一夜之间 他从一个流量明星变成了亲夫所指的败类 事情被曝光后 虽然发布了道歉声明 却丝毫没有发挥作用 而且这份不痛不痒没有任何 而且网图用无知搪塞过去的道歉 却始终没有得到大家的谅解 面对越来越多的实锤消息 终于官方忍不住出手 正式宣布对其进行封杀 除了他的所有代言被终止 歌曲被下架 就连曾经主演的电视剧也已经将他除名 足见这次事件有多恶劣 原以为被封杀后这件事便会平息 然而没有想到更大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如今多个曾经的合作方终于是不忍了 纷纷出来加点猛料 将他彻底垂死 从目前爆出的多个猛料看 人品差是普遍存在的 因为和他合作过的团队 对他以及他的团队最大的印象便是傲慢不尊重人 甚至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次梁梁会如此之快 不知道背后是得罪了多少人 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吐槽他 奇葩到无可救药 他不配红 目中无人在他的团队中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最让人意外的还是将自己称为公主 要知道作为男人来说 尤其是这个公主的称呼 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担当的 而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个贬义词 除此之外 其实更大的猛料 还是在对待当年蒋进夫家暴日本女友这件事的态度 记得当年这件事爆出的时候 连蒋进夫都出面承认并道歉 然而他却还在为其加油打气 而且喊出等待真相的口号 本来以为当年是在为蒋进夫喊冤 而这次爆出亲人行为 我们才发现 原来当年的坐等真相 似乎是在为日本女人喊冤 这个猛料可以说相比他的耍大牌行为更为可恶 如今看来还真是细思极恐 如此多个巧合凑在一起便不再是巧合 曾经别人不识锤他是碍于面子 而如今已经被封杀 大家也就无所顾忌了 相信张哲瀚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了 他这一次的冷淡也遭到了不少业内人士的吐槽 从合作方到自己家的工作人员都对他口诛笔伐 他这一次的冷淡让人感到心寒 他也被这次的冷冷清清 从合作方到自己家的工作人员都对他进行了一番调查 首任高级作家李冰青 在Vigo前编辑李冰青采访过不少明星 而且李冰青对演艺界的配合与礼貌都多为称赞 出了名爱夸合作对象 平时也会在网上分享意见 山河令爆红后 李冰青有意采访张哲瀚 事后说张哲瀚的团队实在不靠谱 什么都要捂着艺人的嘴 又插手干涉他的采访稿 随便删掉了他的采访 如此小心谨慎 不是因为太多的黑料怕被人抓住 而张哲瀚的团队是出了名的不着编辑 采访到点立刻就走 根本不给任何多余的时间 韩美其名曰 自家艺人很贵 在张哲瀚事件曝光后 李冰青在微博上发牢骚 而他也因此遭到粉丝的辱骂 李冰青现在还在网上和这些粉丝对线 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 知名摄影师梁栋 尽管梁栋的名气不如缠慢 但也曾与许多大名鼎鼎的艺人合作 如朗朗 李云迪等 山河令爆红后 梁栋受邀为张哲瀚拍摄广告图 但张哲瀚并不尊重摄影师 反而拒绝了他的要求 让他的品牌商为他做一次传话 摄影棚更是干涉摄影师的工作 带了不专业的人员去修图 导致反复拖累工作流程里冰青 梁栋之言自己后半段几乎都是一条过路 就是因为他不配合 导致工作一再拖延 一股子没顶流命 但有顶流病的味道 三名疑似前工作人员 网友直接将张哲瀚捶死了 他说张哲瀚不是去得那么简单 而他一去就知道了三次 也许远不止这些 看到这条爆料 再看张哲瀚本人的道歉声明 真的觉得太讽刺了 四人合作者 合作者 员工表示 在拍摄期间 张哲瀚方不仅提出了不少无理要求 工作期间还迟到和耍大牌 拍摄前一晚说自己要睡八个小时 拍摄当天迟到不肯下楼 工作人员顶着38度的高温等他拍摄 到了现场 根本不配合工作人员 不试衣服 没有耐心 员工们慢慢地问道 大姐您绣花怎么样 明知道王一博的服装造型撞衫的情况下 还坚持要和王一博穿一样 后来造型曝光后 又火速上了个热搜 到底是不是有意为之 对于拍摄视频 张哲瀚也提出了非常无理的要求 要工作人员给他一针一针地修整 看的人只想打个问号 难道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太红了 他要是没有干过这些事 当然就不会有人责备或者被人扒皮 身为公众人物 既然要吃上这碗饭 就得对观众 对粉丝负起责任 正确引导粉丝 否则这张顶流卡将立即失效 而非不报 只是时间未到